本视频由范氏制作 并亲自上传至YouTube 请认准我本人的唯一正版频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范氏 最近呢我看了一部叫做《猜蜜王》的新翻啊 这部片呢本来是AC Fan独家 在国内是没啥热度的 但因为某个奇怪的原因 意外地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没错那就是女主角糟糕的磅毒 无论是热血的场景 还是色气的场景 感觉很棒了 你已经忘记了吗 这是第一次吧 谁也想要做的 讲道理我看翻这么多年了 见过磅毒的没见过这么磅的 磅毒一词呢出自日语 原本指的是在阅读汉字时 不按照规定的顺序读 而像一根棒子一样 直着读 后来呢主要只配音时缺乏感情 没有情绪波动 让人出戏 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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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概就这种感觉了 当然呢 现在也可以无脑用于 虽然我也不太懂 但我他妈的就是觉得他配得不好 出现磅毒最直接的原因呢 就是配音者的演技不够 撑不住画面的表现力 主要出现在两种人群身上 第一种呢 就是缺乏经验的新人生 男人的神 我身上的男人 突然间有男人 不过 大人 出 出 你 我真的 没有 首先要介绍的这位呢 是只要提到棒渡 这个话题呀 就绝对无法绕过的一个人物 著名的破音季 小剑川签名 在2008年的日本动画《试魂失踪》中 小剑川签名以新人时游的身份出道 第一次配音就担当了女主角的重任 由于是声色特有的超高辨识度 和初期差践到 几乎让人怀疑是潜规则上位的傍读演技 这当时一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一些当我们的一线神友 在他们刚出道那会儿 也会有帮助的经历 就比如大家非常喜爱的花泽香菜 在2006年的动画《Zega》配音中 17岁的香菜第一次出演主要角色 第二种经常出现傍族的人群 就是跨界发展的非专业神友 在包装呀 宣传呀 投资方压力呀 等多方影响之下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歌手 偶像或者演员 等没经过专业神友训练的艺人 出现在配音名单上 在Luv Live中 西木野真姬的CV呢 就是歌手出身 相对祖国中的其他人啊 配音能力偏弱 也会经常被人戏称 西木野棒毒计 不过有一说一啊 相对的这个歌唱的真的很好听 一些长篇动画出于党期的考虑啊 通常不会找热门的一线神友来主意 比如游戏王系列中呢 多位男主角的配音啊 都不是专业神友出身 初代游戏王 武藤游戏的CV 风尖俊介 甚至就没有配过其他动画片 诶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 偶像呀歌手呀 这里跟配音完全不沾边的职业出现傍毒 我们还能理解 那为什么演员也会傍毒呢 要知道台词功底 可是演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呀 那关于这一点呢 必须用口头解释呀 阿博主特地找来了一段 穿倒海河现场配音的录像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首先呢 我将左边遮住 只露出右边的真人 是不是突然感觉 诶 好像配的还可以啊 那么现在我把右边遮住 只露出左边的动画 现在是不是又觉得 我靠这什么鬼 这里呢 其实就涉及到一个 生化兼容性的问题呀 我们平时说话的方式呢 放到电视剧的真人身上 完全没有任何违和感 因为人就是这么说话的 但动画呢 本身是一种 较为夸张的艺术表现形式 我们日常说话的咬字和语调 是跟不上作画的表现力的 没有经过相关训练的人呢 很难将自己的声音 和二次元人物融合在一起 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把动画人物的说话方式啊 硬插到现实中的人身上 也会有巨大的违和感 我个人呢 最近在做一个 《银魂真人版》电影 和动画的混检视频啊 在处理声音时呢 就对这一点深有体会 好吧 可能看的不是很明显啊 因为这个已经是我处理过的版本了 尽可能让小绿群的声音对上真人 让山田之河的声音呢 对上动画 我们直接替换场景来看 怎么样 现在看出问题了吧 有一些动画制作者呢 是不喜欢专业深游这种 夸张的表现手法的 其中最有名的呢 就属龚崎俊了 在他的动画电影中呢 会特地不找专业深游 而找一些演员 或者素人来担任配音 所以你看他的作品的时候啊 会经常听到那种 很棒足的感觉 当然呢 我们也不能说配音只要不夸张 就算傍独了 演技的标准啊 不在于夸不夸张 而在于匹不匹配 比如路人居主中 家藤慧这一角色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就是最近很火的一部 七月新翻 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其中男主角CV 千叶响也的表现呢 也曾经饱受争议 突然だが 少し考えてみてほしい 人は平等であるか否か 現代社会は 平等平等と訴えてやまない ある偉人が 天は人の上に人を作らず 顺带一提啊 他也是月色珍美中 男主的神優 甚至两部片的监督 都是同一个人 所以如果说演技不够 我是不太信的 至于这种傍独的语气 究竟符不符合 人物的形象呢 就交给大家自己来判断吧 其实因为我特别不想提到这个翻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凡是出现这部片的杂谈节目 最后总会有撕逼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呢 虽然傍独本身是一个 负面的批评用语啊 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下 也会一转公式 反过来变成吸引人的特色 比如在今年一月番的传奇动画 《兽娘动物园》中 新人生由尾琪 游箱所饰演的 走猫这一角色啊 就因为傍独 反而使本片多了一股 迷之魔性 这种非常 灵臭的兽羽呢 观众一听啊 就非常的 下面呢 就让我们来欣赏一段 非常 地名场景吧 再比如之前提到的小剑川签名 因为其富有特色的身线 和逐步进步的演技 曾经这段非常糟糕的 傍毒黑历史 反而衬托出了他的努力和成长 变成了一种吸粉的萌典 所以我们同样也可以期待一下 川岛海河的成长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一集中 他的进步吧 好吧 当我什么都没说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偶尔也做做这种没什么人看的自嗨小视频啊 它是挺好玩的 之前连做了两期掉节操的杂谈 我估计很多人已经忘记我是个正经up主了 好的 那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提供